七樓摆放招牌引发纠纷 南投普利民妇人行经七樓 看到店家的招牌挡住去路 第一次移了招牌 第二次在经过的时候 用脚踹了招牌 造成店家老板娘不满 双方起了口角 老板娘跟丈夫追到附近的公园质问 结果老板情绪失控打上了妇人 造成她脑震荡 眼睛还有腹饰的问题 而店家事后表示感到抱歉 希望能和解 一直打他老婆在旁边叫她说 不可以打人 富人心有余悸 语气虚弱 耳朵头部淤青一块 甚至脑震荡 眼睛出现腐蚀 到底为何发生冲突 监视器还原经过 南投普利这间饮料店 在其楼摆放例行招牌 富人经过第一次先用手移开 顾客帮忙将招牌归位 没想到富人买完东西后再经过 这回直接用脚踹开招牌 让店家老板娘不满 追到附近公园质问 双方因而爆发口角 店家老板到场了解状况 一路追到附近公园 找富人理论 一个情绪失控 徒手攻击对方 当下是只有 踢的她的东西一下 只是问我妈说 就是为什么要踢她招牌这样子 然后我妈就跟她说 你那个 应该是要给人走的地方 你怎么可以挡东西挡在那里 我太太想要跟她理论 但遭到就是她的恶言相向 当下我去跟她找她 找到她要理论的时候 她就用那种很亲密 然后无视我的态度 但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老板事后感到像 当道抱歉希望能和解 只是看看这监视器 这条棋楼 不只摆放例行招牌 还有其他流利台 以及身材工具 到底有没有违法 也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接下来 这种全员南投报道 这种人是在警方的邀请 这种人是在警方的邀请